在网络上去推广一个产品的最难的一个地方是产业化 你是把自己的产品做一个区分 讲故事 讲好故事 讲自己产地的一个故事 所以说这个地理标志在我们的推广的过程当中 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9月11日至13日 第二届中欧地理标志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 该论坛旨在进一步落实四年前中欧双方签订的 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 推广地标加文化遗产和旅游 为中欧贸易新增长点赋能 中国的国家的国家和地理标志论坛 有很高的预防 她方知 between 专业的重要关系 专业的损什续 中国的研究标志 G.I.s Thanks to this agreement, producers will be protected against fraud and counterfeiting, while guaranteeing consumers the authenticity and quality of the product purchase. It is beneficial both for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 在进一步满足消费者高品质需求的同时 也为中欧双方的企业发展 创造了更多机遇 如今消费者身在国内 可以吃到地道的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 身在欧洲 也可以喝到纯正的福建安息铁观音 可谓不出国门便可品味世界 利用这个论坛的中风 我们也将西班牙标志性的火腿 伊比利亚火腿引入中国 从西班牙进口的原料 在我们工厂进行分切包装 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国人 不出国门可以品尝到 全正的西班牙风味的火腿 我们这个安息铁观念在2020年 就纳入协议的互认互保 这几年在对欧盟的出口 大体上一年也是有两三千吨的 这样一个出口量 欧盟它整个出口这个门槛 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互认互保 所以我们出口会更加顺畅 协定的签订 不仅是对中欧特色地标产品的保护 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地标产品 讲好自身故事 助力品牌化发展 在海外确实是有很多的消费者 对中国的农产品是不太了解 通过这个地理标志 慢慢的也会建立起一个品牌的作用 像我们法国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香槟 香槟有很多很多酒庄是产香槟 但是呢只要一个产品它是有香槟这个词 它本来就带有一点这种品牌象征 这个是地理标志的一个优势所在 因为有这个互论互保 那么世界更了解的这个安息的铁冠链 很多欧洲的这个专家消费者 就是认识的这个铁冠链 这几年都有持续开展的铁冠链 这样一个出海的活动 推动安息铁冠链走出去 也推动中国农产品走出去 走向世界